第六場三鐵刺棺 四班千四米第二組的賽事 再看這場鋼巴馬一號勝利才子 有些馬都熟口熟臉 衝衝再出就三號奮鬥齊心 還有八號的名進復星 都是吵架的 這場馬看上去國有缺點的馬 都要抱著水泡的 潘頓那隻文文文武牌的一檔 最近都是有多少進步的 一隻馬都能跑 看它怎麼跑 其實它又不幸運 因為上次你排著大外檔 其實增情是對的 再加上黏地 如果你蝕著外諜 這裡衝下去真的差一點 這隻馬很大步 翻步比較慢 可能將來還可以增情 但現在你追下去 它不是沒有 它又不是很厲害 不斷爛爛爛爛 不斷爛爛爛爛爛上來 這場其實攬下攬下又近一點 因為皮具先鋒都省了 隔壁的紅衣震撼其實都很準 對手都不是厲害 攬來攬去攬不到 地區也攬不到 你看看 大大攬地翻步比較慢一點 還有很多進步空間 朝早它沒有什麼鋒芒的 沒有什麼口 隨便小朋友歌跳 它也是這樣 算是這樣的 這些馬隊一再已經近了 它的表現都挺穩定 出到潘頓就排了一檔 我看它早段都不會吃虧 今次都一定霸佔好位 所以我覺得在這場馬裡 不如先挑選它 另一隻馬贏的路程 潘頓那隻勁快聯盟 沒有什麼馬走的時候 它是適合的 今次有沒有什麼形勢 看看它怎麼看 先贏一場 勁快聯盟潘頓很激勁 一會兒已經埋難了 隔壁的功夫茶拍著它 大家操控很慢的步速 這場步速慢了一秒半那麼多 所以你後面追的馬都很惡追 對,恆盡寶區追得辛苦 木火兄弟那些都很難追 恆盡寶區在裡面 叫做閃閃身,撲兩步 前面勁快聯盟壓著功夫茶 其實功夫茶在千四都挺厲害的 不過早段沒什麼用力 鬥後勁就差不多 恆盡寶區最下居座過了 是木火兄弟 其實說出來也很好笑的 說明是勁快聯盟補優勁 勁快聯盟 狀態不錯的 這段時間都不頑皮 你知道這個 希偉森其實擺在前面走的馬 他都騎得不錯的 這些當然,林別抽波 難道還留下監 難道 狀態不錯的 馬不是很厲害的 不過希望他有個形勢 排位排得不錯 他還不一聲擺在前面 追著他有些 追著他有些 希望回來也接近的 還有一些馬要兼顧 一隻就是恆盡寶區 我都說了 慢步速他都會蓋上來 不要欺負這十歲的馬 還是很靠得住的 最後一招了 就是啊 何特尤其那些馬 他能發揮到的 還有那隻馬 最近好像好一點點 那隻狗狗圍攻 不厲害的馬都是 但這次排位不錯 有明朝師兄跑 分分鐘跑過 進來也不奇怪 三三四四都有份的 因為他跑法較激動的關係 所以希望他都會跑得好 像你所說的 欺師明天的馬 希望可以贏到幾場 很多入邊線的贏幾場 還有加運才 有些表現應該這樣 看看這場我們選甚麼馬 行頭選七號能聞能武 四號的勁快聯盟 十三號行進寶區 還有十一號救救圍攻 接著看看第七場賽事 第七場賽事 就是精選場次 三班千四米的賽事 看一看牌位表 見到好玩復星 回來跑草地千四米之前 都曾經跑得好過 還有那些金戈儀的排外檔 可能都要積極點進來 快步操了吧 這場預計 有掌金大王在 好好學習 不知道能不能出來 他都應該快 金戈儀這些馬都不會慢的 家應精彩也不會慢的 一定是首好位的 好玩復星就不知道 有時起步比較慢 多數都是掌金大王 好學習 金戈儀 家應精彩這些在前面 極速飛彈 雖然排好位 他都起碼都在七八位 留到比較慢 美麗攻略都可能傾向 留著來跑的 快駁就更加 那些就留在後面的位置 排面是這樣看的 這場馬 有隻馬就 可能有些馬有些偏見的 追都不定的 就是那隻快駁 因為這些馬 我們看過外地的影片 才知道這隻馬是 千四日最佳路程 暫時 將來不知 還有 漂亮 還有它是進步中 才過來香港 你看著在外地 那隻馬 跑到高級 還贏得容易 那當然是好東西 應該有進步中 那裡很重要 那些 你跑得多 跑什麼大賽都沒用 那些 我不是說那些 有些什麼牛王頭那些 沒有用 他們用得多 所以這隻快駁 我們有一點點追 不知道是否正確 狀態 他都叫做 上一次這馬 跑的時候 賽前他發過蕭 發過蕭 你知道很就忌 出去跑 其實都不是跑得很差 看看他怎麼跑 那看回快駁 之前曾經上名的那仗 對手很強 前面 南莊之哥操控了 步速不是很快 這場不是發生話 這場是落飛駁 這場步速慢 所以你看自力更新 其實很厲害 之前贏過贏掉 快駁又圍著大彎 你看到潘頓都不疑 這隻馬一路撲上來的勢 其實很近 不過前面那個萬步速 被他南莊之哥得手 他想實 我都夠贏你 都不用等千四 千二都掃了你 跑馬地馬 怎會就是輸 你一踏出去就蝕不起了 這隻馬的樣子 他跑的跑姿 很穩定 你覺得他 有一種四平八穩的感覺 我常常說那些馬 你看下去 好像信心之選這樣跑上來 頭撞得漂亮 腳出得漂亮 所以覺得他 這些是挺好的馬 可以這麼說 可以堪定 還有個數據 我們看看潘頓 如果A蘭 千四米的成績非常之好 總數二十四匹 七罐四雅四季 勝出率三成左右 上美率有六成多 剛才我們有選擇能不能無 加上這隻快駁 希望潘頓在千四 成績特別好 上次發完燒跑 在跑馬地道 一早就阻斷黑眼睛 即是無法計算 所以 跑完一場又有些不同 所以有些東西 脫掉過就是這樣 還有那些馬 也有些進步 你想不到 那些名門望族 居然 上一次跑得挺漂亮 出乎意料 你看 幾美 阻斷落後這麼遠 怎麼跑來 其實出閘 真的不是很快 天意而已 流到這麼後 其實你沿著這條欄 都未必追得到 還有那些電源之區 前面賺的那些 就利害了 和逆之奇巴 就賺貼欄 不過你看到 這裡名門望族 沿著這條欄 這隻馬還是生生地 但隻馬打下去有走勢 這裡沿著這條欄 其實位置不算很多 不過這裡撲近 挺厲害的 想不到 這裡還要立地 抽一抽 跑得這麼近 當然要做事 是呀 爭情 在外當 名門望族 批轉 榮華王昌 外面 衣布仔 看看本身這隻馬 他都來得不錯 這樣趕 到最後 貴尾還在拼命地做事 近了 爭情 整件事都適合 這次繼續有個一檔 一檔可能幫不到 前面慢一點 不過千四又不同 跑了 這馬更適合又不同 所以他進來 就應該有這行 當然要選一隻 有頭有尾 家應精彩 這次容天鵬 都有這馬出一下 都要留意 這馬 又是很靠著 看看他怎麼跑 看看他上一場 其實那個檔位 真的遷就不到他的 牌子中外檔 如果看回家應精彩 全程都虧不到你 虧了三碟 但是這一場 報速一點都不慢 還要這樣撲上來 所以這場 美好世界很厲害 前面報速快 家應精彩 追上來的四又 過不了前面那隻 不過就輕輕拋掉了後面那些馬 還有一先生 再出其實都入了 差點 這個第二都高水準 這次弄了三檔 這隻馬 真是 很有威力 其實這隻馬是靜怒膽來的 即是說 不過我有偏愛那隻快博 貪心 要一隻冷一點的 其實他都挺靜怒膽的 馬靚保持得好 容天鵬今次的馬 很多都會很近的 轉少少配件 不要卡住那隻馬 不知為何 博極都還有 這麼好東西 這隻馬很靜怒的 還有一隻馬 其實都挺靜怒的 因為這個情牌好位 就是那隻 極速飛彈 這隻馬一排在上面 你就忍住了 靈性的 看回極速飛彈 這場是594那場 同場有驚應精彩 鎮龍區 金戈儀 極速飛彈 你看到其實何宅堯都已經 可能怕裡面塞 就先把馬群繞定出來 在馬群的鐘蝶 不等位 是 這裏看空走 打算走得掉了吧 誰知道 還有隻鎮龍區 在那補著 鎮龍區又減了很多分 所以這裏 鎮龍區撲上來的勢又不錯 還有美好世界 剛剛都看到他贏了 所以對手很強 他也厲害 這隻馬其實最好是排好位 早段有遮擋 不斷拉開來衝 最好是這樣跑的 保持得好 這個馬房的馬 早輪都拼了很多 現在看上去都不是差 加上因為最近那兩次 當位可能中外跌 你早段虧不到的話 難跑一點 這隻馬一排在外擋 就算不到數 這次排二擋應該好走一點 這次你知道 明朝師兄那些發揮又不跟何宅堯 他會捐 有時會捐位 所以一定要兼顧 這場是三天美關 那就多問一隻馬 那隻美麗攻略 其實之前都是跑千二 經常好像伏下伏下伏下 這次上來千四有沒有把握 我見上一次 巴道都很心機流放這隻馬 回來都騎下一些油 但現在這次千四 又要流放得好一點 不過馬是fit的 是想交代的 你說三天美關的 那你要選多隻 倒閉它 我都覺得同意的 應該 那如果我們選膽的話 這場選甚麼馬做膽 有隻偏愛一點的 就是快薄 當是 你覺得穩陣 家影精彩都可以的 是啊 我就選了快薄 那麼第七場場試用11號的快薄做膽 拖回7號名門望族 9號嘉影精彩 還有3號的極速飛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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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